你吃到的就算是 現在台灣已經有的美國豬 但他沒有瘦肉精 但未來我不敢保證 政府說沒問題 但我會怕 我相信觀眾朋友 可能也會心驚驚 換句話說 未來你想要吃這一些 明年1月1號開始 等到美豬進來了 瘦肉精進來了 你要吃這些東西 可能要自求多福 可能要自求多福 來 我們來看一下電視牆 已經方便一點 好香 來 我們今天做了一桌豬的料理 上面有我剛剛拿的這個 果然 有沒有 粉腸 豬肚湯 四神湯裡面有豬腸 對不對 豬軟管 豬腦湯 乳大腸 豬腥 豬脆管 這些東西叫做豬的內臟 這些東西很有可能 會殘留瘦肉精 所以當美豬進到台灣 不曉得怎麼樣 被做成這一桌料理的時候 你能夠很清楚的分辨 你這一盤豬肉有美豬的味道 這個我不吃 或者你只能期待 老闆很有良心的 在他的小攤子前面說 本攤不用美國豬 本攤不用瘦肉精美國豬 有這麼容易嗎 有這麼簡單嗎 所以未來想吃的 珍大眼睛自求多福 想賣的 珍大眼睛自求多福 要進口的 珍大眼睛自求多福 要加工的 珍大眼睛自求多福 中央地方一條心 大家來吃瘦肉精嗎 來 是啊 我今天早上 因為我都很喜歡吃四神湯 我今天去我們那個阿堅塞 那個攤子裡面 他就非常憂心忽忽告訴我說 委員 現在行李是不錯 但是迷你 1月1號開始 他就不知道有沒有人 願意再來這個攤子 因為每個人都搞不清楚 他是所得的 所以他不斷的保證說 他們已經是長久的良心試驗 一定會做出台灣的本體溫體豬 但是一般民眾不知道 會懷疑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乾脆這些都不要吃 而且又就是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是鄉下長大 我們是屏東鄉下長大 你知道在鄉下的時候 大家其實90%左右的人 都是只吃豬肉 因為牛是星辰更天 我是到美國留學之後 才開始吃牛肉的 之前我們都不 因為被告知 都被告知 所以豬對我們來說的話 豬肉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這樣的一個結局 是對很多中南部的 一些老人家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先不要管產業鏈這一塊 光是談飲食習慣 大家就會開始充滿了 非常多的一個疑慮 所以這也是我們那個 非常擔心的一個緣故對不對 滿滿的這樣一桌 我還真的說除了那個豬 我不太吃之外 每一個東西都是我平常 在黑白切的時候 我都會點的 對 我也一定會點 對 沒錯 你現在告訴我 我都還沒有指到像是獅子頭 你現在告訴我說 你現在可以標示很多的產地 獅子頭 我看到那一坨肉 我也要問它是從哪裡來的嗎 貢丸 肉鬆 香腸 而且它加上很多的 加工原料進去之後 其實那個肉的味道 到底是美國豬或是台灣豬 其實已經不是那麼重要的 反而是後面的添加物 對 重點是 這些到底對我們的人體 有沒有傷害 陳時中的話 我真的一點不相信 他說三輩子 他不是說一輩子 他說三輩子都不會有害 可是你看看我們的林杰良醫師 他說吃好幾輩子都沒問題 你看看我們的林杰良醫師 當初是用怎麼樣做的 而且歐盟那時候 其實不買單的緣故就是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所謂一公斤 一維克 這樣的所謂的安全量 到底有沒有影響 因為那是長期累積下來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原則之下面 歐盟目前是不可以有 萊克多巴胺 這樣子的一個豬肉來進口的 所以這就可以對照陳吉仲 他今天來告訴我們 目前有很多國際 Codex的部分 都比照了這個所謂的 國際的標準 大部分的都比照標準 我們今天要強烈的指出來 目前全世界 可以有這些萊克多巴胺的 這個豬肉的大概只有26國 對不起 歐盟幾國 賴老師歐盟幾國 27國 你看他光是27國 就比農委會所說的 大多數的國家就多了 真假的 可是我們政府都告訴我們 這是世界標準 只有26國 世界標準 他的世界只有26國 目前只有世界只有26個國家 是允許有萊克多巴胺 這樣的豬肉進來的 這還當然不包括 所謂的大陸 跟你都看不起的這些國家 像什麼印度這些大國 俄羅斯也沒有 俄羅斯這些都沒有包含在內 所以 他有一些穆斯林的國家 他們不吃豬肉 那個 對 我說他們不吃豬肉 所以他們可以把標準降低 所以我只能告訴你 蒙國會所說的大多數的國家 只有26國 連一個歐盟都沒有 因為他為什麼不能採用 歐盟就講得很清楚 我想前幾天的來賓 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因為他們當時要訂立標準的時候 67比65 那個部分裡面 還沒有達到一定所謂的 科學上會穩定的一個數據 所以這裡面一定有很多 利益集團的這個遊說 才讓這個部分 但因為是67跟比65 差距太低了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對 這個所謂的國際標準 這麼強大的去力推 所以這個部分 也是大家非常的關心 剛剛佑正也提到了 我們其實從2005開始 就已經有進口 所謂的美國豬肉了 就有了 只是 沒有瘦肉精 就比較難吃而已 吃得不吃 所以我們並不是 我們並不是反對 所有的美國豬肉進口 我們只是反對 有瘦肉精的美國進口 所以說我們在整個 農產品的協商方面 我們可以做出很多的妥協 柯建明 我們的總召 我還要幫他回憶起來 他那時候就提出 很多不同的方式 他說我們該強力禁止 具有瘦肉精的美豬進來 但是我們可以擴大採用量 要用安全的 這是一種方法 以前蔡培會的 農運正在第一線人 他也特別提到 我們可以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台灣跟世界各國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使用豬的比率非常的高 豬的比率非常高 我們可以告知大家 我們是不一樣 但是佑正 我這邊真的要調出一份 因為反走過避流橫跡 我不去談什麼雙標 因為那些民進黨的委員 那個臉都已經被打得像豬頭一樣腫了 還會有很多 但是我們用農委會 比農委會好不好 很清楚吧 2016不用太遠吧 2016陳吉祥是副組委 那時候在我們衛環裡面開公聽會 他就想著說 美豬進口的衝擊 我們就不要講太久 四個 他就告訴你 農委會就告訴你說說 現在基本上面很清楚 他對我們的產業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他會預估產業影響 會影響到143億到180億左右 所以他貼200億 他貼100億而已 目前只有100億 你要上街抗爭 你可能還會增加到200億 而且他還告訴我們就說 國人每年豬肉消費量是34公斤 是牛肉5斤的7倍 然後以產業來說 我們牛肉自給率只有5% 我們的豬肉自給率是90% 所以這些東西進來後 對我們的養豬戶來說 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而且本來都是吃自己的 沒錯 牛肉 美牛那時候開放 而且不要一定要把 馬英九拿來救援 馬英九那時候就提出 美豬分離好不好 永遠都是拿馬英九來救援 不管是陳水扁或是馬英九 誰都不敢開放豬肉 因為他們知道姿勢體大 我們使用豬肉的比率就非常的高 我當然比較相信陳傑良 林傑良 對 因為陳時中他自己講的話有問題 我待會兒可以拆穿他講話的謬誤之處 首先我覺得主持人面前的這兩盤菜 就一陣見血的點破2016總統大選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所講的話 以及他前一陣子所講的話 他說我們會依照飲食習慣 跟台灣相近的日韓 以及國際標準 關於國際標準 大家都聽柯富米講過 那只是少數國的標準 並不是世界通用的標準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 要吃瘦肉精的豬 而美國豬賣到 大陸賣到俄羅斯 他們的豬都沒有瘦肉精 美國豬賣到歐盟 也都沒有瘦肉精 所以這不是世界標準 好 生活習慣一樣嗎 我太太是日本人 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不一樣 我千辛萬苦做了水餃 煮了水餃給他吃 他說飯 我說我今天就吃水餃 他說吃水餃要配飯 對啊 然後我煮了拉麵 他說飯呢 原來他們吃拉麵也配飯 反正我怎樣辛辛苦苦做的 我太太就不吃 更不用說四神湯這種內臟的 大部分的日本人 是不吃 是不吃的 偶爾會有特別的那種 那種小吃店 天橋底下的那種 功能界的小吃店 你偶爾會看到內臟 可是大部分是不吃的 所以飲食習慣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日本的標準是 0.01 0.04 0.09的時候 對台灣人是不適用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肉跟脂肪的標準是0.01 可是腎跟肝的標準是 0.04 4 0.09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飼料吃進去 或這個蒸打進去豬裡面的時候 殘留在內臟的濃度比較高 所以它故意讓內臟的 最高許可量高 偏偏我們吃的就是 濃度最高的這部分 所以日韓習慣國際標準 真的不是用台灣 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今天一顆水餃裡面 如果用美國豬肉 它冷凍水餃好了 我們到超市買 這個外包裝 這個水餃是Made in America 或者是Made in Taiwan 是Made in Taiwan 按照我們的食品衛生管理法 還有進口貨物的 產地認定標準的話 它的標誌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它已經是重煮 加工 重製過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產地 這個水餃裡面是美國豬肉的話 它的這一包水餃是Made in Taiwan 它只是在肉這個細節裡面 它可以在這裡或在這裡 擇一標示說 這個肉品是來自美國 各位 你買冷凍水餃 台黨的水餃 什麼義美的一大堆水餃在那一邊 你買水餃你會想說 台糖的 義美的或什麼 這大牌子放進去 你會翻過頭來 仔細的看那個小字 你首先看到的 還是Made in Taiwan 這個水餃還是Made in Taiwan 甚至那個冷凍櫃上面 它還是貼著一個台灣的國籍 現在其實美國牛肉 也是這個樣子 我要跟各位講 當陳時中他在講說 我沒有吃到美國豬肉的機會很少 想吃還不一定吃得到 對 他說想才吃不到 對 好 陳吉仲 陳吉仲也這樣子講說 台灣偏好溫體豬 所以他台豬的市占率 是占百分之 是半 台豬市占率半百分之九十 大家想想看 2007的時候 蘇嘉全是阿扁時候的 農委會主委 他也是這樣子在講台灣雞 他說他美國在 他女兒在美國 早上才打電話 給蘇嘉全的農委會副主委說 好想念台灣雞 因為美國雞都冷凍一些 台灣都溫體雞 各位 現在台灣本土雞肉 在本土市場的比例是多少 2008的時候 國產機的市占率是73% 到今年7月的時候 國產機的市占率 已經輸給了進口機了 真的 是 你看看就是延年的下降 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是價格的關係 這是今年7月的價格 平均價格 就前四個禮拜的一個平均價格 差這麼多 所以你今天陳時中講說 我們要吃美國豬還吃不到 陳吉仲講說 因為台灣人愛好溫體豬 台灣豬的市占率只占 就占了九成 所以美國豬占了少 所以不會改變 不會衝擊 不會影響 各位 你可以做這樣的預測嗎 你可以說今天空氣品質好 所以下個禮拜空氣品質也很好 有人做這樣的政經推延 做這樣的一個預測嗎 沒有 下個禮拜空氣品質好不好 你要考慮移動污染源 你要考慮氣候 你要考慮台中火力發電廠 有沒有火力全開 你怎麼可以以今天的現況 就當做未來的事實 美國豬會不會 對台灣豬造成衝擊 我剛才講過了 我們台灣的肌肉市占率 從75%一度降到上個月 上上個月的40%多而已 所以今日的台灣雞 就是明日的台灣豬 今日雞龍是明日的豬龍 這個養豬業者必須警惕在心 這誰叫科學數據 這個局長有拿數據出來 告訴你確實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真的不會影響 也有 但事情沒發生 對我來說就是一半一半 前車之介 我不要說什麼 一定會九成 不會一成 沒有 我們就一半一半 既然是一半一半的事情 你憑什麼掛保證 等到台灣豬被影響到 豬龍的權益大受損的時候 搞不好你們這些人早就已經 拍拍屁股就回家了 回去休息了 退休了 離開官場了 那你曾經的保證 難道把你拖出來要你兌現嗎 所以其實說這樣的話 沒有科學證據是非常不負責的 再來我想請問 包含陳時中部長在內 有很多民進黨的朋友告訴我們 一天要吃30塊排骨 要喝多少豬肝湯 吃好幾輩子 才會對健康造成影響 請問你是吃過好幾輩子 然後發現對你的身體 沒有造成影響 所以你敢講這個話嗎 有做過實驗嗎 哪裡來的自信 哪裡來的數據 哪裡來的結果 你可以告訴我說 除非一天吃多少多少 吃好幾輩子 才會對健康造成影響 你的數據是哪裡來的 可以告訴我嗎 可以告訴我嗎 好 我們假設 這些專家學者 衛福部的官員們 他們的前提是 一個身體完全健康的人 你沒有任何一點點疾病 完全沒有 然後你吃好幾輩子 你就吃出病來了 但林杰蘭告訴你的是 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 我想請問 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多不多 很多 很多 只是你不知道 知道的已經很多了 你不知道的更多 所以如果你身體有些問題 你根本不用中毒 就會致病或致命 你有告訴我這件事嗎 沒有 你們的假設都是一個完全健康 沒有任何疾病的人 吃好幾輩子才會有事 對 你還得保證這好幾輩子當中 你不會生病 他們的邏輯假設才成立 所以我說了 陳時中 林杰良 他們的說法 我相信林杰良 我擔心可能有問題 我擔心只要有一個人 他有心血管疾病 不小心吃到了美國豬 萬一引發了什麼樣的狀況 請問講說吃好幾輩子 都沒事的人 你要負責嗎 不要講這麼不負責任的話 這不是官員應該做的 我常常在各個節目都提到 就公共政策 他其實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他都是選擇而已 也因為他的選擇 所以我們在看一個政府 所面對各個公共事務的態度的時候 反而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到現在 還是一直很納悶一件事情 就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這麼多的這樣的一個專業數據 剛剛柯智恩委員一直在引用 過去的所謂的公聽會的說法 請問為什麼沒有 2020年公聽會的說法 為什麼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不走公聽會模式 為什麼不走一個Due Process 走經過立法院 如果今天整件事情 如同所謂蔡英文政府告訴我們 說因為時空環境改變了 請你把數據 請你把相關的證據 全部好好的 經過所謂的一個正常程序 大家好好地來討論 而不是現在讓我們大家感覺到就是 好 因為時空環境改變了 大家也都知道時空環境改變 改變什麼 因為中美現在變得更緊張了 但請問中美現在緊張 緊張到什麼 緊張到我們要吃瘦肉精 這兩件事情 有所謂的這個正相關嗎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一再強調就是 蔡政府你到底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為什麼要用一個這麼急迫 然後這麼阿拔的方式 急急忙忙的再通過 而如果我們今天 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我們跟所謂的政府妥協了 下一個很簡單 下一個會不會是所謂的核食 下面會不會是一個所謂的日本的食品 也是用一個相對阿拔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去通過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做什麼事情 看實際拿到些什麼 所以我們過去在講就是說 好 如果今天這是一個 所謂的Fair trade 一個公平的交易 也就是說我們通過所謂的瘦肉精美豬 你們讓我們通過FTA 請問現在這個狀況有嗎 這個狀況現在FTA的過程 BTA的過程 更不要講就是說 好 現在很少人在講所謂的FTA 大部分人都在講BTA 但BTA跟FTA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裡面就整個細節對不對等 FTA相對對等 BTA比較沒有那麼對等 它是一個不相對對等的 這樣的一個談判的過程 所以我們今天要問的是很簡單 今天我們鬧了 這個禮拜 從上禮拜五開始 我們鬧得沸沸揚揚 走了這麼一大圈 然後現在搞了大家天怒能怨 我們還是要問蔡政府一句話 就是何苦 何苦 為什麼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跟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要讓我們用如此粗糙的方式 來通過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這是一個公平的交易嗎 如果今天不是一個公平的交易 今天是一個什麼樣的交易 我們到底拿到了什麼 我們拿到的是所謂的什麼 國際地位 對不起 國際地位是一種感覺 國際地位要有一個Position 我還是呼籲大家要追根究底 我們拿到了什麼國際地位 我們因為吃了瘦肉精 我們拿到了什麼國際地位 你退一彎 反正就是提升了 你退一彎不講 跟我講說我們因為吃了瘦肉精 所以未來有沒有 美中對抗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安全 你如果敢講我也敢聽 但是我們今天連這個都沒有 但他就不敢講 對 所以我們到底拿到了什麼 我今天還是要問 今天任何的自由貿易協定 本來在這個所謂的貿易的過程中 國際貿易裡面 就有所取捨 有失也有得 但我們今天失了 我們得了什麼 我還是要問蔡政府 我們到底得了什麼 今天如果這整件事情 你願意走一個正常的 這樣的一個程序 經過所謂的立法院 經過所謂的公聽會 經過所謂的溝通協調 然後再告訴大家說 我們會保護我們的豬農 我們會把後面的部分做好 然後我們可以拿到些什麼 我相信坦白講 大部分的人也都還能接受 但問題是你不走這樣這一段 你就直接通過了 我真的很納悶 現在我們到底換了什麼東西回來 6 child 你的靈能 會不會 隨便 holding 你 靈能 遍 你 charm